三立门乡传统食材芋头干,用糖炒方式呈现,一旁还有加入了蔬菜熬煮香喷喷的小米炖饭,这些都是排湾族特色美食。 三立门乡公所举办《有一种味道我很想念》原住民传统饮食特展,特别和来宾们分享美味。 此展由三立门乡原住民文化馆及一牙事务所,融合三立门乡饮食、土地、文化与生活的风貌,针对原乡饮食的发展进行研究,透过文字、图像、物件、影片及书籍,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在地饮食文化。 食材的部分就连结到我们的土地,那怎么吃,怎么做,那个都牵涉到我们的文化,我们的灌输,比如说仪式性的食材有哪些,有哪些是比较一般生活性的食材,然后我觉得那个怎么做,怎么料理,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点,因为有制作的方式才可以长长久久的保存,那我是更希望说透过这样的展览, 能够把我们的食物,把我们的特有的饮食,能够变成是我们的产业。 从实地调查及访问其老的方式,了解传统饮食的文化意义,社会阶级意义及祭典上的使用情形,以及材料上的取得与使用,让参观者感受最质朴与真实的在地智慧。 在部落其实比较少去做这些饮食文化的一些解释, 那今天来到这边,就看到很多我们在一些庆典上面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美食,然后它的一些做法,让我们可以更认识我们自己的这个饮食文化。 因为我们现在一直都是在教育我们孩子,能够认识我们更多的文化知识内涵, 那相对的在饮食文化当中,孩子们看到了这个社长之后,更能够体会到,也更能够有更多的一个视角,来开启他们对这个课程上的更深入的了解。 乡长曾有清表示,展览出呈现饮食文化,在原住民社会组织与生命礼俗的文化关系的形塑与实践, 同时思考原民饮食的产业,未来在延续传统及面对现代化竞争之间,如何对应及发展的可能性, 并以延续传承、文化、分享的意涵,呈现箱内人文艺术部落风貌,特展于森林门乡原住民文化馆三楼展制5月31日, 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原乡饮食文化历史。 记者张如荫、刘建荣采访报道。